推薦的催淚動漫 我想吃掉你的遺葬 女主角不告訴男主角 他生了會死掉的病 到最後就自己死去 你真的死了嗎 死了嗎 自羅蘭永恆花園 其中有一個故事部分 是在講說 媽媽她其實 已經命不久矣 就是一年一年 大家的生日禮物拆開 其實裡面全部都是媽媽 對她的思念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古堡 淚目 隱瞞之士 她這個比較小眾 可是她是治癒跟 就是家庭的那一種 Given吧 我看Given有哭耶 就是她那個第九集 她唱歌那個 暗插教室 朝天主 剉下去的那一刻 暗插教室 最後一幕的老師 就是要跟大家 拜拜的說 さようなら Koro先生 はい さようなら 你還會推薦哪部呢 我就會推薦 吧 讓我 Corps